中国目前正在与东盟国家、旧南海行为准则、进行紧张谈判,各方有意将该准则作为一步有约束力的、规则详细、可执行性强的多边国际规范。依据目前进度谈判,仍需量至三年时间才能完成,然而为了获取更多筹码岳飞等国,在谈判期间,纷纷对抢占的南沙岛礁进行扩建,意图制造继承事实占据有利位置。 继菲律宾在南沙中叶岛上进行大规模建设,计划修复岛上破旧跑道,新建海水带化设施、污水处理系统、太阳能发电机、灯塔、余夜存储设施和营房后,越南也悄悄在非法抢占的南沙岛礁上搞事情。 4月8日,美国智库CSIS发布最新卫星图显示,越南在南威岛、地生礁、柏兰礁Petley Reef、奈罗礁South Reef、四个岛礁进行扩建,由于这些扩建工程持续时间较长,工程量小,越南低调的行动,尚未遭到类似中国数百艘渔船,包围中叶岛那样的反制。 CSIS称,越南抢占了27个南沙岛礁,建设了大大小小47座前哨基地,27座岛礁,有10座符合岛屿特征。 南威岛是越南在南海抢占的最大前哨基地,也是设立该地区军事与行政中心。 2015-16年,越南对该岛进行扩建、延长跑道长度,并建立一个半封闭港口。 在长达数年的扩建中,越南在南威岛新增加了大约16.19万平米的路上面积,在填海造岛过程里,越南使用建筑设备书郡岛与周围的部分珊瑚礁,并用沙子堆积覆盖制造新的陆地。 整个过程比中国在南沙群岛书郡和吹田更耗时,效率也低得多。 自2017年中期发布了对越南在抢占的南海岛礁,进行扩建卫星图以来,越南始终以较为低调的方式升级该岛。 过去两年内,越南将南威刀上750米长的原有跑道,扩展至1300米,越南已经完成了飞机跑道末端的最后施工。 跑道两端新增加了四座大型飞机库。这四个机库很可能是为了停靠波兰制造的PZLM-28B海上侦察机和空客制造的CASAC-295战术运输机。 在南威岛东北端,越南新建了两座大型信息情报或通信设施,其中一个在2018年安装天线照。 在人工港旁边新增了大量太阳能电池板,岛上主要行政大楼旁,有一座运动场悄然现身,该行政大楼,也安装了新的太阳能电池板。 为了保护所有这些新建陆地免受海浪侵蚀,越南沿着岛屿边缘挖掘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排水渠道,这一特征在南沙群岛较为普遍。 除了南威岛,越南在面积较小的毕生礁上,也做了一些识度扩建。 2014年前,越南在毕生礁新增加了2.4万平米的路上面积,从2016年开始进行设施升级,包括建造直升机停机屏,太阳能电池板,以及在闲置区域中植植被。 2017年中期以来,毕生礁西特一座建筑屋顶部,安装了一个大型天线罩,这表明越南的通信或信息获取能力有所改善。 越南在南沙群岛的小动作,并非集中在石控大型岛礁上,而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型礁盘和暗沙上。 越南在南沙建造了25座小型堡垒建筑,2017年中期以来,柏兰交上的原有堡垒被扩建,越南还新增了一座小型堡垒,通过战桥来连接。 而奈罗交上的扩建,仍在继续。 南沙群岛存在诸多暗沙,中国认为,这些暗沙是南沙群岛组成部分,但越南认为,这些暗沙位于其大陆架之上。 越南在暗沙上建造了14个前哨基地,称其为经济、科学和技术服务站,类似于韩国在中国苏延交搭建钢制结构,设立海洋研究所。 这些暗沙周围大多存在石油和天然气区块。 越南计划吸引外国能源公司进行勘探开发,但中国明确反对该行为。 自2017年以来,越南在中国反对之下,暂停了其中两项合同。 2016至2017年间,越南扩建了八个这样的人工平台,2017年中期之后,越南又扩建了四个,在原有平台上加盖多层设施,普遍设立了直升机停机瓶。 似乎无论外部环境如何,也不论是在谈判或冲突的,相对平静或紧张的局势中,越南始终没有停止在南沙群岛及周边地区,不间断,又相对低调的扩建行动。 越南不具备中国那样的扩建能力,没有在南沙群岛进入战斗机的迹象。 越南的扩建行为,似乎是为了扩大对南海的监控和巡逻能力,数量众多的小型堡垒,和暗沙上的人工平台,说明越南侧重于获取油气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。 美智库,南海航行自由基本无效不策反,东南亚就无法战胜中国。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,实力对比的转变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,这一变化,又驱动国际秩序的逐渐调整。 随着中国崛起,并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经济引擎,美国在该地区预发依靠军事实力来发挥影响。 然而,中美分别为亚太地区提供经济与安全的公共产品,仅是双方实力对比的结果,而非双方主观意愿。 中国经济发展将带动军事实力增强,而美国凭借暂时低位,不仅希望稳固军事优势,还意图扳回失去的经济版图。 实力肖长是美国实施亚太在平衡战略的主要原因,川普上任后,延续中美战略竞争态势,提出针对性明显的印太战略。 近十年的美国战略中,东南亚地区都是关键抓手,无论是经济、安全业或是南海问题。 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立场很大程度,反映了两大国的战略得失和未来前景。 近日,专门研究美国安全问题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表报告,称东南亚已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最具争议的空间,鉴于中国成功通过经济纽待,获得在东南亚的影响力,美国应重新审视对待该地区的态度,美国推行的航行自由行动,几乎已经失效,索性时间还不晚,美国可以联合日本挽回颓势。 一评军救援文主要内容进行翻译,以供参考。 随着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加剧,东南亚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空间。 该地区地缘政治取向仍然不稳定,其位于中国不断扩大的外交、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的前沿。 中国对东南亚采取了资源充足,政府间合作的方法,旨在将该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纳入其影响范围。 依托大量基础设施投资,中国占据了重要的经济地位,其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,也在不断增强。 中国已经与东盟国家建立密切联系,并有效实施了分化政策,使美国在东盟打入限制方面进展有限。 东南亚国家在公开支持美国政策方面,普遍比较犹豫,目前,他们没有悬面认识美国经济战略,这一战略印太战略,是替代中国贸易和投资的经济方案。 美国为东南亚许多国家,提供更强大防御能力的努力,充其量只能在2030年之后,产生有意义的红利。 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美国对待东南亚的方式了。奥巴马时期美国对这一地区的重视达到高潮,但在特朗普上任出其一度失去动力。 2017年初,美国退出TPP后其国家形象明显降低,自此之后,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,如果不能让东南亚与中国作对,那么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努力成效,就会打折扣。 随着美国重新重视东南亚,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盟友和伙伴,可以发挥关键作用,特别是日本在东南要长期存在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。 未来,美日两国除了协调对东南亚战略外,还有足够空间来开展联合行动。 东南亚国家定位尚未固化,其处于印度和太平洋之间的枢纽位置,美国和日本将东南亚视为自由开放之印太战略的关键试验场。 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和扩大军事影响力,是其试图挑战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明显例子。 到目前为止,中国在和平与武装冲突之间的灰色地带游走策略,已经是美国、日本提及的自由开放愿景,成为一种反应迟钝的态度。 美国在南海开展了更多的定期航行自由行动,越来越多的盟国参与进来包括法国和英国,然而,这些活动,并未阻止中国提高军事影响力的行动步伐。 杜特尔特查看中国援助的武器装备 中国在该地区的成功有其内在因素,尽管人们担心中国的地缘政治穷心,以及中美大国竞争的外溢,但他们依赖中国的贸易和投资,许多东南亚国家,不愿公开对抗中国,或者公开与美国站在一起。 与此同时,他们也担心新的集团特别是,美、日、印、澳聚集在一起的四国同盟会削弱东盟的作用。 东南亚各国,这种不愿与中国交恶,对四国同盟的矛盾心理,使他们缺乏对华采取一致行动的共识,也严重限制了,他们在引太地区的未来作用。 美国和日本仍是东南亚的主要经济参与者,但近年来,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。 中国的经济速度令人震惊,2000年,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总额,仅为400亿美元,但现在,这一数字已接近3500亿美元。 该地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,通过基础设施投资,中国已经获得对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影响。 数字领域近年来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,中国信息技术公司为东盟国家线上治理模式提供支持,推动东南亚通过互联网走向国际化。 在传统安全领域合作,中国与美国仍然存在差距,但中国采取加强与东盟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来建立互信。 中国近年来还扩大了在该地区武器装备采购市场上的分额,泰国采购38辆VT4坦克总价值超过2亿美元,三艘S26T柴电潜艇单价4.1亿美元,泰国与中国北方工业集团,还建立了联合武器生产厂。 马来西亚向中国采购了4艘滨海任务舰,18艘舰海护卫舰,两国于2018年在马六甲海峡进行联合军演。 柬埔寨、印尼和菲律宾,也都加强了与中国的防务合作。 柬埔寨、印尼和菲律宾。